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現在我要介紹我們的專題作品 那作品呢 我已經帶來介紹 它的名字叫做 易開罐 為什麼呢 因為它 容易往不開 接下來我要介紹 我們裝置各部位介紹 由前視徒及仰視徒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道勾槽 這個勾槽是要為了讓 此裝置可以在易開罐上緣 做配合 然後由前視徒 及腐視徒可以看到這邊有個斜面 這個斜面的功用呢 是要讓 裝置在易開罐上後 藉由旋轉這個裝置 可以讓拉環到達這個部位 也就是這個勾槽處 那這個勾槽設計呢 是要為了讓 以後的開罐 能有不錯的效果 接著 接著由腐視徒可以看出 這邊有一道曲線 這個曲線是依據 拉環的曲線而設計出來的 有了這個曲線 此裝置就可以在易開罐上緣 穩定的旋轉 不會受到任何阻礙 以及有了這個曲線 能夠 然後 將近百分之百的 可以封住封口 以達到之後的防漏效果 接著我們請易開罐 來幫我們做操作的驗證 首先呢 將 子裝置 裝置在易開端上 接著 旋轉子裝置 讓拉環到達 凹槽的部分 到達後 拉環就可以 被控制在這個凹槽裡面 不會有任何的移動 然後 然後 拇指 在 接合點的地方 以 二至四根手指頭 在 此裝置的外圍施力 到達 撬起的效果 接著 拉環已經被撬起來了 接著 就用手動的方式 打開拉 打開拉 如此一來 手動開屏 就會變得更加輕鬆 更加順利 接著來說明 不剩打翻 淫妖的情況 由上一段情況可以看到 沒有加裝 我們裝置的抵開管 打翻的話 將會有很多的損失 然後接著 裝上我們的 作品 前幾段影片介紹到 這個裝置在上面做旋轉 以及開啟的部分 那麼 開啟完之後呢 將它旋轉180度 回到了開口的地方 便將可以 把開口封住 封住了之後 就可以達到 防露的效果 你們一定想 為什麼還是有一體流出來 可是 在目前 能有這樣子的 防露效果的裝置 是沒有出現過的 而這個裝置 將會是最好的 防露效果的裝置 作詞